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越南北部的永福省 永福土地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温和的气候 清新的空气 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 是吸引各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来到永福 游客不能错过著名的旅游圣地 如Tandau风景区 Taising风景区 我的家有四口人 包括我的父母 弟弟和我 我最难忘的人 在我的家里 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外祖父 尽管他已经不在了 但他教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训 帮助我变得更加成熟 我最难忘的是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来台湾 那是2019年 高中毕业以后 怀抱着许多梦想和希望 我决定去台湾工作 当天晚上 我搭飞机到高雄市后 和越南劳工团办完手续后 就被负责人带上车 载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那天晚上是我最难忘的事 国家和人都很陌生 我小睡了一会儿却睡不着 因为我担心 害怕被诈骗 再来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台湾留学的故事 我来台湾留学的起心动念 是因为台湾留学的费用不太高 适合我家庭的条件 另一方面 中文是我最喜欢的语言 同时 台湾政府对留学生也有很多优惠政策 为留学生又学习又打工创造了条件 我来台湾已经四年了 我在台湾的留学生活甘苦谈 对国际学生来说 最困难的或许就是语言障碍 文化和饮食差异 此外 生病时没有家人照顾 上班时被同事零压 出国留学开了新的未来 也教会了我独立 有快乐也有难过 这确实是我人生旅途中极为宝贵的经验 接着 我想聊聊我的未来梦想 还有为什么我未来的梦想是这个 我的梦想是在学习期间 努力提升自己的汉字书写能力 学会开车 合理安排学习和工作的时间 累积经验 存点钱 我希望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 比如说当翻译或中文老师 我最大的梦想是开中西餐厅连锁店 我未来的梦想是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做生意 对中文很有兴趣 也热爱美食 希望能为大家做出美味的菜肴 最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计划如何实践我的人生梦想 大一 积极参与社团 与当地人交朋友 培养听说能力 练习中文写作能力 大二 寒暑假到中餐厅打工 厨房住手 学开车 学其他的语言 大三 参加调饮料课程 考取台湾中 西餐顶级证照 考台湾华语能力 TOCFL Band C级证照 考大陆汉语水平考试HSKD6级证照 大四 取得福音科大毕业证书 回越南开中西餐厅 27岁以前 证照如何取得 我需要认真学习 不能放弃 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的青春故事与梦想实践分享到此结束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